- 前面 - 超多人 - 超多人 - 超多人 - 前面 - 還是我們先關台 - 我們先關台吧 - 這個車站就是跟我們昨天一樣啊 - 我們先關台然後晚點再那個 - 晚點再開 - 我們先去買東西 - 怎麼樣還是 - 先這樣子 - 暫時掰掰 - 不會拍到耶 - 水喔 - 就是要這樣子 - 就是要這樣的感覺 - 我們可以來開始這個Cooking了 - 這時候就是要放一個很適合的BGM - 這個應該沒有那個 - 先給你們看我買了什麼東西 - 先買了這個起司鍋最重要的 - 起司 - 這個是Pizza起司 - 這個就是比較用的 - 叫什麼 - グルエル起司 - 然後 - 鮮奶油 - 然後基本上你做起司本身這些醬料就夠了 - 然後剩下就是 - 我沒有買大蒜 - 就是美中不足 - 但是沒關係 - 然後給你們看我們要用什麼食材來 - 配搭配這個起司鍋 - 這個 - 這個請不要 - 撒拉米 - 然後 - 然後 - 馬鈴薯 - 對 - 然後 - 因為很好吃所以買了一個烤雞 - 然後買了 - 培根 - 培根 - 其實我覺得應該滿讚的 - 欸他這個培根 - 我看了他們其實有很...那種 - 切幾條就四塊五了 - 這個還六塊錢還算便宜 - 七塊錢 - 七神三 - 這個兩百... - 兩百一十的培根 - 然後還有這個 - 香腸 - 然後還有一個雞肉腸 - 然後最後是這邊的這個... - 麵包 - 嗯 - 然後呢對不對 - 現在首先要做的呢 - 就是先把要煮的東西拿去煮 - 那我這邊要煮就是...對不對 - 消腐豆 - 切了再煮其實比較好一點 - 好 - 現在先拿來鍋子 - 一起鍋一鍋 - 然後呢 - 就先來切這個馬鈴薯 - 把它切成一口大 - 其實也可以煮的在一起 - 但是煮的在一起 - 後面要... - 趁它熟的時候再切成比較麻煩 - 所以現在切掉了 - 欸對 - 它有其實有一個那個... - 起司鍋的那個鍋子 - 我想它那個鍋子要怎麼用 - 欸它有欸 - Power Flamer - 它有這個鍋子耶 - 欸 - 瑞士起司鍋鍋子耶 - 欸 - 有料 - 欸 - 它這個很小 - 小心 - 欸 - 那我們有儀式感啊 - 它有這個 - 它有這個 - 喔 - 那... - 狀況改變了 -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他說 - 你先把馬鈴薯切出來 - 趁之在直接 - 我們先把馬鈴薯切成一口大小 - 這樣你等一下方便你去 - 欸不會我放這個音樂 - 等一下整段被BGM版權了吧 - 那一般來說馬鈴薯這種切法對不對 - 它有這種比較亂切 - 就是你在一邊滾 - 滾到切 - 就是這樣切 - 這樣就可以切成這個 - 這樣就可以切成這個 - 你要切好大小 - 反正把它全部吃完 - 吃不完就明天再吃 - 這樣就好 - 有一些小微大一點的 - 這樣基本上就是你願意火大小 - 好我們先把它從 - Into the water - 切外包裝 - 這個 - 超級大培根 - 稍微大一點點 - 有大小 - 不然培根會散 - 它會縮水 - 你肩它會縮水 - 所以你可以稍微切大一點點 - 就很像你切無花肉的感覺 - 這種厚切培根 - 有時候真的是國外才有 - 台灣厚切培根 - 沒有到這麼厚 - 你知道嗎 - 台穴那個也是算蠻厚 - 但是沒有那麼厚 - 還有我們抓到這個白酒 - 我還問他說這是白酒 - 不能看什麼是不是白酒 - 你知道嗎 - 不知道是白葡萄酒 - 酒 - 如果要太大了 - 對我就好 -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皮 - 先放上去 - 把它逼出點油脂 -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到蠻多油 - 然後趁這段時間對不對 -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是什麼 - 香腸啊 - 都把它切一些 - 切一些 - 一樣切成這種一口大小 - 先切個 - 這樣其實很多欸 - 真的 - 剩下剩留的 - 剩下剩留的 - 然後麵包也要來切一下 - 麵包刀呢 - 麵包刀呢 - 是這種 - 巨石裝的裝的就是麵包刀 - 直接用這個來切 - 它有這個巨石裝比較好抓底 - 你們上來講會想把麵包烤一烤 - 你知道嗎 - 切成大概這個大小 - 烤箱的去烤好了 - 這樣子的話 - 這樣夠不夠吃 - 再一點點好了 - 反正這個麵包明天 - 應該是可以帶的 - 可是換一個刀 - 它還有一邊多一個刀 - 它有這個刀 - 我覺得應該不會差很多 - 欸不對這個好看 - 欸這刀好多啦你看 - 哇草 - 兩個大男人吃這個應該還好 - 再給我們烤箱 - 其實可以陪給人家去烤 - 但是沒差 - 但我就丟進去 - 換了一個Sax - 換了一個這個 - 劍碟在裡面 - 這樣子 - 放到烤箱 - 烤箱裡面去 - 用上火的 - 用這個烘箱 - 煮好了 - 大概 - 再算一下喔 - 大概五分鐘就好了 - 提醒我 - 這邊好像被炸乾了這個瓶 - 然後用這個油脂我們繼續來 - 煎這個培根 - 還有這些Sausage - 多了一個麵包 - 給你幫忙 -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個油脂要留下來 - 我們就用這個流脂 - 去做這個 - 我們的起司過的起司醬 - 有的做菜是因為用筷子做的 - 這個筷子做菜真的比較旁邊 - 奇怪 - 你看它這個油脂其實蠻少的 - 它這個培根油脂很少 - 但它本身這個焦黃都不是它 - 不知道為什麼它吃不了一點點 - 蠻奇怪的 - 這台灣的培根太油了 - 蠻詭異的 - 蠻詭異的 - 這個黑根 - 看起來蠻多了 - 蠻多了 - 剩下的就是我們這個 - 油眼納的香腸 - 這個瑞摄香腸蠻好的 - 雖然瑞摄多了我其實也沒進去 - 喝進去 - 油脂都被香腸沒吸光了 - 哭了 - 好像挺多的 - 撒拉米好像不用欸 - 太多了對不對 - 好啦 - 那這樣子情況下 - 膠裡面一個這個 - 巴特小PayPal - 對不對 - 你也不用切了 - 就直接這樣子 - 非常方便 - 只要弄它小一點 - 弄它小一點 - 差不多這樣子 - 這個是 - 這個是外國人這樣幹的事情 - 然後原本是要編炒蒜末的 - 但是我沒有蒜末 - 好不好 - 所以就算了 - 就直接 - 葡萄酒印 - 開炒這個的情況下 - 我們就來加起司進去了 - 看時間上差不多 - 然後這個就是基本上他們會用的 - 叫什麼 - 古力爾爾起司還是什麼的 - 直接全部倒進去 - 它已經幫你切實了 - 再加一點起司 - 它這多少個 - 130克 - 所以大概這樣子 - 然後你想要它濃郁一點對不對 - 你可以加這種Pizza Mix - 就是這種Pizza起司 - 這250公克 - 所以大概要到 - 上面幾個 - 這樣搭一台 - 有 這樣搭一台 - 其實起司本身就是 - 有些人說要加鹽 - 可是你其實你 - 起司本身的鹹味是夠的 - 應該需要加鹽 - 可以加一點點來體味 - 然後你要讓它的鮮味更足對不對 - 就是我拿的那個 - 鮮奶油 - 鮮奶油 - 全部融化以後 - 加進來 -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 不想加太多 - 讓它有點鮮味 - 來 - 我們來試試看 - 很完美耶 - 它沾得很完美耶 - 你看 - 它沾得超完美的 -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 放到這邊 -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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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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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裡面是 你做好了嗎?還順利嗎? 做順利啊,都做好了 這只是擦那個就是... 這只是擦把它倒進那個... 儀式的管理 這就好了 給我了嗎? 這個很重要,這個放在左邊 把這個水式放中間 喔,這樣很美啊 有沒有,給你們看這個鑽鏈狀 他這個火也太大了 他火超大耶 他這火太強了,他一直煮 不是蓋掉,我們把它拿下來一下,讓它降臉文 那你說,給大家看看什麼都清掉 他這個太大了,這個火 知道嗎?那我把它蓋掉 應該不用蓋掉吧? 蓋掉吧,蓋掉鑽鏈 那他比你大啊,你蓋不掉? 那很大 就沒辦法 等一下明珠火災就是我們的 你看他已經煮到,他已經有點在冒泡了 是不是就是火太大 還是蓋不掉耶 他溢出太多 危險危險 他溢出太多 危險 拿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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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稍微桌上 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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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拿絲毛巾 讓他拿絲毛巾 讓開 你把他放第一張 你把他放第一張 這個房東道歉 那是各位 公單已經已經滅火了 只是需要擦一擦那個桌子 跟他說一下,我會跟他說一下 這個就是正確的姿勢的那個情況 各位如果發生這種一樣的情況 請你們拿絲毛巾 絲的紙巾也可以 毛巾也行 反正就是要絲的布 然後直接把它蓋上去 請千萬不要用水 這個太大了 對,千萬不要用水波 來,趕快吃先吃 給你們吃 第一次做起司館 好好吃喔 你們自己也可以做做看啦 師傅很簡單 他真的很簡單 就像我剛剛那樣做就好了 好,乾杯 辛苦了 辛苦了 趕快吃乾杯 來,趕快吃先吃 給你們吃 啊 第一次做起司館 啊 嗯,好好吃喔 這個超色配酒的 我要吃個培根 我還可以幹一些很邪惡的事情 我還有剩披薩跟起司 我可以把那個 上面灑一層起司 然後讓那個麵包去烤 嗯,好好吃喔 這個直接配麵包 喔 因為奶油加太多耶 奶油應該只要一點點調味就好 你說哪一個奶油 上面浮的這一層 喔 那沒辦法,沒有橄欖油 它原本是加橄欖油 但我們沒有奶油 對,因為奶油 對啊,我覺得後來是還不錯 他說不用啦 簡單一點 麵包好好吃喔 這些都很好吃喔 只是這些本身有鹹味 所以它 會導致說它 會太鹹 你就要直接配麵包吃 配麵包 對,要配麵包 它很適合配酒 因為它就是很鹹的東西 就配適合配酒 我已經吃飽了 我也有點 我靠 我們還是 我們這連一半都沒有 剩下的 給人聽試吃 剩下的 就給人聽試吃了 欸,馬鈴薯超好吃耶 馬鈴薯,你看你吃吃看 那馬鈴薯 馬鈴薯別麵包好吃 馬鈴薯超好吃 馬鈴薯超好吃的 這個人直接在吃了 直接不沾你 好鹹 我也受不了 因為 就是很膩 你知道嗎 可是這東西本來就是這樣沾 你知道嗎 對啊,對啊 吃到後面 你就會想喝半醬吃掉 好像說 去餐廳吃了你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知道嗎 應該是 公司一師 不 直接開始不沾 直接開始吃掉 來囉 他怎麼... 他怎麼... 有啊他怎麼打啊 那很恐怖 這要燒很久了 一觸箱那個時間 可能是我們燒完就睡覺了 我們燒得到什麼時候啊 然後這個以防萬一 好吧 這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就直接 爆上去 可以關燈嗎 關燈還不錯 關燈關燈 關燈關燈 有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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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料有料 有料 煮光晚餐有料 不愧熟絲 畫面好像 畫面好像 畫面很像 這個畫面很像那個KTV 我們在夜店裡面 可以放那個冬吃踏實 可以放那個冬吃踏實 開起來 有沒有那個感覺 我覺得很 認識家裡開拔 超級讓奇福 超級讓奇福 就是那種 我們一開始 上山 然後我們那個 纜車 纜車 那個下雨 所以沒有辦法停 沒辦法開 然後他們一開了以後 臨時去那個 小夏代特城鎮 然後去小夏代特城鎮以後呢 然後我們又走那個路 然後走那個路 看到一個超漂亮的湖 然後看到超漂亮的湖以後 我們上去 發現是我們原本 做軟車會去的地方 對不對 就覺得這些東西超酷 然後我們 下去的時候又碰到雷雨 然後那個閃電一直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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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劈啪啪 然後那時候被嚇死 然後最後終於 成功的上車 上車以後 終於過後又出現那個彩虹 哇 超壯觀 所以我現在這個彩虹超壯觀 然後我臉紅是因為我踩上 我會不會臉紅 然後最後我們 就這個平安到民宿 然後開始開啟這個 騎士鍋 然後騎士鍋做到一般又有問題 然後又有問題 然後做到就是差點那個火災 最後這個 結果我們 平安的解決片 今天載 有沒有 好慘的一天 好啊 那我們明天下午再見 大概應該 台灣時間可能的 六幾點七八點 你會晚一點 沒有 90點 差不多 OK 那明天90點再見 各位掰掰 辛苦啦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你要打個招呼 晚安 我們休息 好了 好嗎 可以 感谢观看